本影片为《果立交通大学网路最佳化实验室》所制作 研究题目为 基于类神经网路返回馈机制的可视性宇求集球分类系统 在日常生活中 为了大量制造衣服 以标准尺寸制造了成衣 但是实际上因个人体型差异较大 往往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型号 而量身定做的衣服通常会更合身 在机器学习的研究里 成衣即是一般模型 通常需要收集广泛的资料 而量身定做的套装即是个人模型 只针对收集个人资料 举例来说 以Alice的机球资料建出的分类模型 给Aelsa测试则不适用 这是由于个人习惯不同所导致的差异 也说明如果要针对每个人收资料的话 难度太高 所以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如下 首先以大众资料建立一般模型 并利用类神经网络中的返回馈机制 让使用者藉由输入自己的少量资料来为调模型 打到模型的个人化 此张图为球种记录系统的架构图 其中自行设计的智慧球拍 由两个感测器组成 蓝牙耳机安装在球拍的拍面附近 负责收集机球声音讯 以精确判断机球事件的发生 惯性感测器则安装在球拍底部 负责接续选手的挥拍动作 以提供机器学习演算法进行球种判别 手机获得资料后 可借由音讯资料侦测机球事件 并释出机球时间点 而根据机球时间点 手机便可截取特定范围的感测器资料 进行球种辨识 结合录影标记的功能 可以让使用者选择良好的测试 并且更正辨识错误的资料 来建立更精准的模型 再将结果储存至资料库 及完成球种记录的功能 最后伺服器会记录对战资料 并完成计分显示 这是我们APP的主要功能画面 接下来会介绍使用流程 我们有帐后管理系统 在穿戴式设备连线中 可以分别连线蓝牙耳机和惯性感测器 进行简单的校正后 即可开始使用 在选单中包含基本的设定和各种功能 升纹侦测可以透过集球训练 获取球拍的响应频率 并用影侦测集球事件 并且有各种模型可供使用者选择 按下开始后即可开始记录球种 还有历史记录的功能 可以详细记录每天的练习 最后透过录影 可以让使用者标记及更正 来使模型达到个人化 其中点击清单 会自动跳往影片该时段 方便使用者确认 为了比较我们可视性模型的效能 和计分的判断 我们设计了三种实验 第一个实验为多球练习 以未球的方式让受车者回击各类指定球种 第二个实验为球入练习 以长切放放挑的方式 让受车者依序循环打击 第三个实验为实战练习 有两位受车者进行半场的单打 我们以多球练习来比较三种模型的准确度 其中处代表分类成功 BOSE 则代表分类错误 从表中可以看到我们五组资料的可视性模型 相较于一般模型的准确度有明显的上升 而个人模型在120球的分类结果中 仅仅出现四次错误 准确度十分高 而此实验结果也符合我们的统计资料 我们相信再加上几组资料或使用时间增长 能够更加的接近个人模型的准确度 接下来我们以球路练习来展示球种分类系统 并比较一般模型和可视性模型 影片中两名球员使用我们研发的智慧球拍 依序交替进行 长球、切球、小球、小球及挑球的击球 练习过程如画面所示 我们将实际球种与两种模型分类结果 同转车表格 其中一位受测者加上8球的几球总数 一共为26球 在一般模型中有7球的错误分类 在可视性模型中有4球的错误分类 另一位受测者的几球总数为25球 在一般模型中有6球的错误分类 而在可视性模型中有3球的错误分类 从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可视性模型的球种分类准确度 大于一般模型 结论 本研究开发一套羽球球种记录系统 让使用者可以透过我们的智慧球牌 建立自我训练或比赛时的击球记录 我们利用ANN的返回馈机制 藉由使用即时的使用者资料为条模型 可以让一般模型从80%的准确度提升至93%的准确度 平均只要5组资料便能提升10%的效能 在实作方面 我们在手机上利用影像 让使用者标记优良测枝和更正错误的资料 来达到模型的个人化 并透过手机互联交换资料 达到计分的功能 还提供各项使用的帮助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感谢下列计划提供研究经费